道歉道歉道歉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8分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姜宛柔 在刚刚的片头里面 我们听到台湾的选举真的非常的热闹 有许多选举的造势晚会 很多人如果您关注选举的话 都会关心特别选前职业的造势晚会 所以我们在今天来看热闹之外 也要看门道 因为选举在台湾 其实这么多年了 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 有特色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要临线访问到的是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老师 同时也是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的 理事长陈建甫 陈老师 老师你早 你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老师 我们先聊聊这个官选这件事情 不止台湾 我们自己也要注意这一次九合一选举 其实在您所教的一些 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 他们对台湾选举也很有兴趣 对 因为这次的选举九合一 是历来台湾选举的人数 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再加上最近香港的普选问题 所以很多的中国大陆同学 都对台湾的选举很感兴趣 所以淡江即将会有一些课程 会带这些大陆同学官选吗 会用什么角度来官选呢 其实这样子一个中国大陆同学 在台湾官选也不是这一次才有 在两年前的那个立法院的 还有总统咨询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大陆的学生也关心 甚至港澳这边的一些朋友们 或青年朋友们都会来关心这样的选举 那因为随着这个交换生也好 学会生越来越多的话 现在慢慢的在中国 在台湾的这些中国大陆同学会比较关心 就是说他们当地县市长的选举 还有他们比较关心 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也有基层的选举 他们也很想了解台湾的基层选举 究竟在办些什么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 就是说既然中国大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基层选举也已经很久了 那么他们有没有在课堂上 或跟您私下有讨论到说 他们所看到的台湾的选举 跟中国大陆的基层选举 他们有没有相互去比较一下 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心得可以告诉我们呢 其实大部分来台湾做交换 或者做学卫生 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在大都会 或都会的一些小孩子 那中国大陆在基层选举 只有在乡村办 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中国的选举 其实他们是很陌生的 他只是从一些课本上 或是其他的报道上知道 所以他们才想知道说 究竟在一个台湾地区 他们在办基层选举的时候 是什么 因为他们只知道说 在乡村里这个选举过程里面 有一些就是同俄竞选的情况 或是可能就是家族政治的情况 其实基本上这个两岸之间的 在比较村里 或是所谓的乡镇选举里面 那大概根据中选会的这个统计 大概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个 这样的一个候选的名额 那我们总共大概有登记的 九月份登记大概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位 那这么多的人跟这么多的位置 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比较庞大的村里长的一个选举 那村里长选举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都几乎是同俄竞选 在台北我自己住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 甚至年轻人也出来参选里长 但是老师您说同俄竞选会在哪里比较多呢 这种状况 其实台北市新北市这个同俄竞选的还不多 因为目前为止里长的薪水还蛮优渥的 而且在台北市的里长的福利又更多 所以同俄竞选在台北市大概比较少 那比较多的同俄竞选都是在中南部的一些 像乡村地区或是所谓的农村 他们对这个所谓的村里长的观念 就是里长博啊或是什么样的观念 所以他们已经根深蒂固 就是他就是我们的里长 所以变成这次的同俄竞选的 这个村里长的部分 应选大概有七千八百五十一席 可是问题是同俄竞选就只有三千零八位 所以基本上已经几乎到四成 都是同俄竞选的一个状态之下 是我们再说一次 这次的里长要选七千八百多位 但是同俄竞选的三千位 哇我们在台北还真的不知道 在中南部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我们要选一位 在我们这个里里面要选一位里长 但是也只有那么一个人出来选 没有人跟他竞争 所以就是老师你刚刚说的 里长博这样的概念 真的我们在中南部长大的很多 里长就是我从小看着他 到我长大还是他 就就是这样的状况 刚刚几十年 都还是副食指期 这样继续做下去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个任期限制 对因为其实四年四年 其实里长这样的一个 村里长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我们基层选举里面是蛮重要 他代表一个地方的一个庄角 那我们村里长也比较特殊 另外一个就是这次的选举里面 五党籍的人数最多 五党籍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他也不是任何政党属于 他就是在地人 然后可是这些所谓的 在地的村里长 其实就是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动员的地方庄角 所以他们都以五党籍的身份 看如果今天在野的县市首长 是国民党籍的 他可能就是 我可能摇升一遍 可能跟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 比较友善一点 因为可能有一些配合款 或怎么样 如果今天是在野党民进党执政 他可能就会跟在野党的议员 或是在野党的县市首长 比较亲近一点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 我们的村里长 其实都是永远的执政者 对我们像我们里里面办活动 里长就会大声呼吁说 等一下不管什么政党的候选人 来拜票拉票 大家都要给他鼓掌 因为只要对里有帮助 只要能够帮我们争取到 预算经费建设的话 其实我们都要支持 这些候选人 不管蓝绿 不管蓝绿 因为蓝绿都得罪不起 而且我们在开玩笑 县市首长 县市议员一定是把 这些现任的里长 当作他的地方专角 县市要选首长的这些人 一定会把议员 当作他的专角 即使我们在所谓的 民主政治地方议会 应该是去监督 或是制衡地方政府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 台湾选举里面 就常会看到 其实他就表明 我是支持现任的市长 或是我就是来反对 现任的市长 所以它变成是两个 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分野 跟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个 权力制衡的角度 是不太一样的 在地方的议会 跟地方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装角 我们可能要利用一点点时间 跟我们的听众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们可能身在全球各地 不太了解 就是所谓的选举装角 可能就是某些政党 他们会在这个 要掌握选票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 掌握选民动向的时候 这些装角可以提供 他们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我这个里里面 也许有多少个铁票 或者说这个 我这边有多少的支持 这个选民 是可以确切投票给你的 那这个对于掌握选举的动向 还有掌握这些选票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 向来每一次在选举里面 所谓的装角的这个问题 就备受大家瞩目 也成如刚刚老师所说 虽然这个接下来是2016年 才有总统大选 但是这一次可以说是 最靠近2016年的选举 因此呢 基层人员的选举 基层村里长的选举 也备受很多政党他们关注 对对没错 是 所以老师再来看到的是 您刚刚谈到同格竞选嘛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家族人脉啊 就是我是个里长 可是我已经做到70岁了 我该退休了 接下来呢我的位置我要继续传承下去啊 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选举特色 对因为过去的里长的待遇没有那么样的好 特别是在有些村 就是像乡村地区或是在中南部 可是里长的收入是算是income 它是稳定的 所以变成是一个有几值的一个村里长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对家里面蛮重要的 所以常常会看到就是 他已经做到六七十岁了 那可是他的小孩三十多岁五十岁 就跟着父亲在那边帮忙 这很自然的 他就可以继承这个 这父亲在整个村里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人脉 然后继续在 可能在他父亲不想当的时候 他就继续来当里长 所以这个一个所谓的家族的一个现象 在村里长蛮普遍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 在如果县市的话 县市议员或是所谓乡镇长 这一个也有类似这样 比如说先生选乡镇市的市长 那太太可能就选县议会的议长 所以可能就是变成说一个人 一个人当选两个人服务 或是整家都是服务的团队这样子 所以很多这从地方基层出来的 他的例经可能 夏正明代表啊市长啊议员 都属于家里的一份子 不是姑姑叔叔就是自己的父亲 类似这样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地方的政治实力 这样子 那老师我们倒想还来继续来深入的请教您 那未来啊 在台湾的选举的文化里面 所谓的这个家族的人脉 或家族政治的这个 最后所要扮演的角色 是会越来越重 还是越来越轻 我们有这样的观察吗 对 其实从一个比较一下台湾跟其他国家之间的 那个家族的一种关系的话 其实台湾还不是那么严重 如果像日本的话 一定是像派法之后就是家族 那这个控制势力会更大 那台湾可能只有在所谓的基层 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不过这样的现象影响到所谓的更上层的 比如说县市议员也好 或县市首长也好 甚至可能两年后的立法或总统大选 其实这个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那虽然有些人一直想说要把这个家族 或是所谓的地方这个势力 慢慢给尽量淡化他 可是问题是在地方的这些选民 他们并没有觉得说 他要出来替大家服务的这个所谓的意愿 所以即使很多人认为说这样子不好 可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台湾存在了 大概从选举开始就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站出来说 其实我也愿意为大家服务的话 就可能你的这个居住所在地的议员 或者是里长就由这个家族一脉相成了 对没错 不过有时候挑战者也会想 他们这个家族经营这么久 我可能挑战成功吗 这个也要弹算一下自己的胜率有多高 对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就是 当地的老里长他不做了 或是当地的这个代表不做了 那另外才会开始大家会去开始去抢 或是说增加一个新的名额的 像乡政民代表或是现实员的时候 才会有人愿意 或者按照现在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方式的话 因为台湾选举可能也要花不少的一些经费 那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尝试要去担任这些所谓的选举的意愿 真的是比较低 那我们对这些初次出来选举的 或是没有政党推荐的 或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些资源跟奥远 所以年轻人想出来竞选 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对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 淡江大学大陆所的老师 同时也是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的理事长 陈建甫陈老师 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再聊聊台北市的选情吧 好 其实台北市我们这次看到 是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出来 跟中国国民党所推出的连胜文一起搅着 这是比较大家瞩目的这两个参选人 当然其他还有别的参选人了 可是这几天谈到台北市的新闻 大家都只看到一个数字 英文字架数字叫做MG149 这是一个账号 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案子 但是是要告诉大家说 老师我们总是会观察到一些现象 就是选举钱啊 这种账号啊 密账啊 这种有一些瑕疵的新闻 弊案 总是会在选举之前看到 这好像台湾选民来说 对我们来说啦 司空见惯了 对因为台湾的选举 特别是大选区的选举 大家比较不关心的 就是他的证件牛肉是什么 那其实他写了很多的政策的白皮书 也是最后一两个月的时候 才会泡出来给大家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在选举之前比如说一个月 像现在剩下54天55天这样子 大部分都会选在一些所谓的议题上 然后这对刚刚讲的一些所谓的涉嫌丑闻 或涉嫌一些秘葬 特别是最近这几次的台湾选举 都是会有一些不明的刺激秘葬 这样子会被抖出来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比较遏止的一个 所谓的不敢讲是抹黑 反正选举过后之后又判无罪啦 或选举之后又不了了之的现象 常常在台湾这几届的选举会发生 这个对一个民族的一个发展 其实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对有些事情选前会觉得 这是候选人好像有问题 结果选后竟然司法还他清白了 对这对这个候选人来说到底是怎样呢 就是他如果没当选的话不是很冤吗 对就变成说常常 所以在野党就是一直在质疑说 因为他们过去有几次的经验 甚至也把以前宋主席的那个新票 新票案 那变成好像是这些在野的政党 对现在的执政党这样子的一个控制 透过司法或其他的他们很忧虑 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他们就极力撇清 反而是陷入的一个泥沼里面 大家都在这边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觉得从一个学者观点 其实科正营其实也不用去在意 他们的一个什么爆料或怎么样 其实把他的证件牛肉端出来 告诉市民他们要做些什么 那选票就来证明他是不是请牌的 是老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想请教你 那最后选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所谓的接壁 看待接壁这件事情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判断 对不对 对 接壁在一开始在台湾选举很有效 比如说在早期 我刚刚有小新票案 可是这样的一个效率会不会有多大 会不会累积或是会增强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像打预防注射一样 其实选民早就总有一八尺 你再怎么接大概支持他的还会支持他 那很少人会因为接壁 因为大家都知道选举的时候就各种手段都会出来 所以这种所谓的接壁的这个所谓的效益会缓慢的递减 当有一天台湾的民众在不相信接壁的时候 我想台湾的民族会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开始做政策上的辩论 那时候就更成熟的选举了 大家会开始把他对市政 对我们的社会住宅 对就业 对整个交通建设提出他的一个证件 因为我们现在都看不出他们的具体证件 那只知道NG149两方互相攻防 或是金顿案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良的一个选举的文化 那可能媒体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媒体他只关心这种比较杀锅随式的议题 反而是这两个政党对很多的年轻人 或是所谓的女性 或是这些所谓弱势的这些人 这些政策他们都不感兴趣 其实他错的 其实很多政策是很可以打动小市民的心声 没错 其实小市民更想看到牛肉在哪里 你到底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城市 让他更好 对 没错 我们在今天礼拜四央广关选团 访问到是淡江大学大陆所的老师 陈建福 陈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客气 谢谢